其实曾亚妮跟林书豪本来这个月是有机会可以见面的 不过现在林书豪受伤 这场妮曾妮会有被迫延后了 让曾亚妮她非常失望的说好像是没有缘分 不过呢除了是送上祝福之外 她也希望林书豪可以早日康复 更提醒她避免运动伤害 英雄席英雄是表露无遗 对啊就是没有缘分 医生没缘分 妮妮显得好失望 早早买了四月份 尼克队到奥兰多比赛的球票 期待为林书豪加油 现在林书豪膝盖受伤要开刀 这场林来风与林来风的曾宁慧 恐怕还要等一等 因为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四月 就是她会先来奥兰多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订好票 想要先去想要去看她比赛 然后去纽约那时候 我们想说也可以一起去看 然后我们想要前两天 就是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还蛮难过 同事运动员深知受伤的痛苦 妮妮除了祝福好小子早日康复 更提醒她要小心 因为受伤是运动员的天敌 英雄行英雄不言而喻 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身体真的很重要 那我相信每个运动员都会是有受伤 但是就是要就是好好保养 希望她快点早日康复 林书豪受伤 华人人人关心 喜爱打球的洛杉矶台北经文处 处长龚中诚鼓励她 来日方长把身体休养好 运动生命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她这样的一个奇伤 我让她好好记得机会休息 在下次这个护员的时候 再好好发挥 我相信会另外一波的应来风的 曾林慧何时有现在很难说 但妮妮不担心 按照行程往前行 她相信缘分到了 答案就会出来 东森新闻吴中国李宗瑶 在PumpSween的采访报道 而说到林书豪 她因为膝盖瘦伤 在昨天已经是动手术了 而她也马上在个人礼书上 po上了一张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 而这上头还写着 感谢上帝让手术成功 现在要向复原来迈进 其实照片中上的林书豪 她手上还插着管线 神经看起来是有一点虚弱 不过文字她写着 是感谢上帝让手术可以非常顺利 现在她要朝复原来迈进 而且她还非常感谢 球迷们的支持和留言鼓励 短短几个小时就有近十万人按赞 而尼克队也证实了 林书豪动了膝盖的盖 膝盖的半月板的 软骨撕裂伤的关节性手术 而她预估要休养至少六个礼拜 预计在五月中才能归队